第314集 周公主 哦 周大长老 哎 江长老也在 哈哈哈哈 真是徐焦为贱啊 真是让本宫甚为挂念啊 王公主来到众人面前 是拱手说道 万罗公与子建宫 为了北方宗主之位 曹已经是暗斗了上百年了 不过这些可不能放在明面之上 原来是王公主 王大长老套了 数年不见 王兄修为也仅仅不少啊 周公主呢 也是笑着回礼 而旁边的王室伟 突然看到叶琴也在这里 阴霾的目光顿时 闪过一道利盟 就是因为这个叶琴 他在万罗公近市的 吉寒冰窖内 罚了一年不得外出 差点是没把他冻死在里面 直到去年 多亏老祖母向公主求情 撤才被放出来 王室伟是冷冷地盯着叶琴 如看死敌一般 王小致 这是怎么了 周公主看见王室伟及其仇视 叶琴 博又诧异问道 周公主心里清楚 还用多问 王室伟哼了一声 扭头啊 不再理会 周玉的询问了 韦儿不得无礼 王公主 赤贺了王室伟一声 随后呢 朝周公主 神色沉重道 这 也怪不得 韦儿如此的怨恨了 前些年呢 他在血色之海的血沙据点 发现了一头 珍惜的妖兽 领了宫内一些金丹旗修士 前去猎杀 谁料呢 半途中遭到了一艘战船的 伏击偷袭 猝不及逢之下 损失惨重 自然是气不过了 据侥幸活下来的 宫内弟子禀报 那战船上啊 似乎是 见到了一名 紫剑公长老出现 今日呢 正好遇上周公主 本宫啊 也想问一问 数年前 可曾派遣 紫剑公的某位长老 驾驻战船 前往过血沙据点呢 王公主说着 深沉的目光 却看了一下夜勤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 但明显 说的就是夜勤 数十年前 王室伟带人 围杀夜勤那一战 可是死了 提系金丹后期 修士十多名之多 可谓是 损失惨重 月杀据点 这些年 此建功一直在外 闲邀大战所准备 并无战船调动啊 周公主是 微微奇怪 皱着眉头沉吟 若是今日以前 遇到此事 她身为公主 会直接出头 把这麻烦 给夜勤挡下 可是现在 那要看夜勤 自己的想法了 夜长老 你对此 有什么说法呢 王公主 说起此事 我倒是想起 一件事情了 夜勤那是冷嘲的 看向王世伟说道 数年前 我前往雪色之海 打算寻找一处 清静之地 闭关全修 途中呢 却遇到了一群 身穿灰衣不明身份的 金丹七修士偷袭 虽然呢 个个都是金丹七修为 但是实力不堪 反而被我们 杀了他们一些人 因为一直不知道 这伙修士的身份 我无法追查 便离开了 所以呢 也并没有将此事 放在心上 说到这 夜勤停了下来 又看了一眼 王世伟说道 莫非 他们就是 王兄的人 不过 我心中疑惑 万罗公的 金丹七修士 怎么会如此 这般不泣呢 夜勤说完 是冷冷地 看着王世伟 他是没打算否认 话中呢 还带着一丝嘲讽 王世伟 顿时脸色 猪肝气得是浑身发抖 双眼都快冒出火来了 是怒声说道 你说什么 那日要不是你用 震传卑鄙的伏击偷袭 否则哪里会是我 万罗公修士的对手 看来叶长老 遇袭之事 果然跟王少公主有关了 周玉的脸色是立刻缠了下来 看向王公主 语气也变得极为强硬 王公主 我此见供叶长老 遭到你万罗公修士 袭击 此事 关系重大 我会向长老团 秉明此事 由长老团 派人调查 这件事情 不能就这么算了 丑公主 我万罗公一群修士 在雪沙据点 准备猎杀妖兽 却突然遭到叶小长老 伏击 也需要好好查一查才是 那日还有其他几座 先公的修士路过 正好看到那一幕 他们可以严正 并且那叶长老 驾驭一艘战船 悍然伏击我万罗公修士 这些还得请长老团 一起调查才是啊 王公主 是目光森然 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口气啊 他已经忍了数年之久了 而且呢 把对万罗公有利的证据 准备的是极为充分 他手中掌握的所有证据 足够一举 把紫剑公的叶长老 给拿下 江真元此时是 一直冷眼看着这一幕 并没有说话 心中啊 却是暗暗摇头 王公主恐怕还不知道 叶琴本身便是 长老团的成员 否则绝不会有 那么愚蠢的想法 东海修仙界 常年都有修士 遭到伏击 或者呢 是莫名其妙的消失 都是难以找出证据 可是 周公主和叶长老 这么一唱一鹤 居然呢 让王少公主主动 跳出来 承认此事 王公主呢 还想让长老团 去调查万罗公的 少公主 和叶小长老之间的冲突 这不是找死吗 天道蒙 北方宗戏蒙议 即将开始 还请周围长老团成员 四位公主 入席 一个中正平和的 苍老声音 从宫殿之内 就传了出来 听到这句话 众人是相继地 迈步进入大殿之内 天道蒙 分蒙 重地 除了长老团成员 以及被邀请的公主以外 其他先公所跟来的修士 那是没有资格进去的 岳长老 走吧 这点小事 长老团很快 便会处理妥当 今日的钥匙是蒙议 别耽搁了 江珍元是平淡地说道 夜前那是淡淡点点头 好无阻拦地 就进入了大殿 王室伟看到慈目不经一呆 张了张口是 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呀 突然有一股 强烈不妙的感觉 林海城的天道蒙宫殿 不如仙雀城那般宏大 内部摆设呢 也是非常简单 殿内并无座椅 只是放着一排排的 草边的蒲团 殿内呢 是已经做了数十名 服饰各异的 园银期修士 在低声议论着什么 一名不太起眼的老者 居中士微金端座 和周围的众修士 谭笑逢生 此人呢 不是别人 正是天道蒙北方宗系 长老团的首席大长老 叶琴呢 只知道慈老者呢 姓钟 也是一位 颇为传奇的修士 叶琴除了认识江真元 和两名公主之外 其他的呀 是一个都不认识 随意的 随意的找了一处 蒲团座下 听着别人的谈论 金丹期修士 是只有他这么一位 在这一群 园银老祖面前呢 显得是极为的拘谨 周玉公主 来到那名老者 跟前低声说了几句 把叶琴和万罗公 少公主之间的冲突 就简单的说了一下 哦 叶长老遇袭了 于宗主在先世之前 最后一位 晋升的客情长老 便是他了 那老者的目光 就朝叶琴这边 望了过来 叶琴呢 顿时被一股 极强的神石扫过 是不敢有丝毫动弹 忠幸老者扫过叶琴之后 就看向了王公主 王公主 叶长老遇袭之事 与你可有直接的关系 大长老 我王衡对天启示 绝不敢做出这种 伤害长老团成员的事情 王室为止 因私人恩怨 和叶长老有些冲突 绝非范罗公之使 这是一场误会 王公主是微微一颤 脸色显得是僵硬黯淡 他那是千算万算 唯独没有算到 叶琴居然是 长老团的成员 所以明知 大势已去 就只有尽可能地 把所有的罪名 都放在王室为 一个人的身上 以减少此事 对万罗公的冲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先缘》 一场误会 最好是这样 否则袭击长老团成员的罪名 那可是很严重的 老者是看着王公主 冷横一声说道 《子剑宫和万罗公的那点恩怨 根本是瞒不过他的 要不是因为涉及一名 北方宗系长老团成员 他连过问的性质都没有 江真员说得不错 叶琴和万罗公王室委的 这起冲突 对天道蒙长老团而言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在即将面临的新腰大战之前 冲大长老是很快的 就把这种小事给解决了 一名长老团的执法修士 还有沉着脸的万罗公王公主 此时是走出了大殿 大长老已经有了决议 万罗公修士王室委 因私奋 由袭击叶长老的嫌疑 立刻抓捕官入盟狱 进行查证核实 那名执法修士说完 站在大殿门前的几名金单守卫 立刻就冲了进去 将正在零售作驾之内 等待消息的王室委 就给抓了起来 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王室委是不敢反抗 他是整个人被惊呆了 王室委 欺上门下 私自袭击克轻 即可废除王室委 万罗公少公主之位 驱逐出万罗公 从此以万罗公 没有任何牵连 王公主面无表情地 说完这句 也没有看他一眼 便反身 回了大殿 用一名少公主 将此事平息下去 这个代价 还是非常划算的 在殿外呢 还有其他数十名 各先公的修士 在他们的震惊目光之下 万罗公少公主 直接被首位 押送离开了 可是对于长老团而言 这一风波呀 是没有得到 他们的关注的 盟会很快便召开了 首席大长老 坐在中央 数十名长老团成员 随意的席地而坐 并无拘束 四座先公的公主呢 则恭敬地 坐在大长老的对面 只要一日 没有成为宗主 他们是没有和大长老 平起平坐的资格的 下一刻 中大长老就说起了 天道蒙的大策略 会议的内容呢 其实啊 就是具体如何造成 如何诱杀妖修 四大先公呢 各凭本事 用功勋来做奖励 这是修仙界的传统 只是这次的奖品呢 极大 那是北风宗主大位 其中细节呢 有两个 一是建造先程 二呢 就是斩杀妖修数量 来确定功勋大小 中大长老 在众人异议之后 他是最终拍板 这样吧 其一 若是五年之内 四位公主都没有造出一座先程 那么便以死宫斩杀妖修的数量和等级 来定功勋大小 其二呢 如果哪一位公主能够造出一座先程 则直接以造出先程大小规模来定功勋 不算斩杀妖修数量 还有一点 为了公平起见 五年之内 长老团不会给予你们任何支援 所以如何击杀妖修造先程 这就要考究诸位公主的综合实力了 中大长老一说完 众人士纷纷表决赞成 数个时辰之后 北方宗系的众位长老团成员 以及四位公主 是陆续地离开天道盟在临海城的分部 而围居在殿外 等候萧系的各先公各大势力的修士 得到这个最新的情报 也都很快离去了 此次盟意对北方宗系的先公影响甚远 但是并没有引起外界太多的关注 几个月后 临海城 临海城的修士是越来越多 皇甫冰儿是接到了水云宫的任务 就是负责后勤 渐渐地他开始忙碌起来了 紫剑宫的周公主和叶勤 商谈了一下关于北方宗主大魏之事 并且商议了一下 紫剑宫下一步出征血色之海 应该做哪些准备 而这一日 叶勤是收到了天道阁一名侍从的传信 他当初委托炼制的几样法器 已经全部完成 请他过去取货 而就在叶勤步入天道商阁 没多久便被王主使 领到了一间豪华包厢之中 侍从奉上灵茶之后 叶勤品名静后了片刻 王主使亲自从商壳库房之中 取来了三个发着琉璃光芒的宝箱 各自盛着法器 是成交到叶勤的面前 叶长老 这三件法器都是由本格最顶级的炼器师 根据叶长老您的要求所炼制的 花费的灵石也已经从叶长老上次祭寿的灵灯中 扣除了 请叶长老 引收一下法器吧 叶勤是微微汗手 直接打开三个宝箱 第一个宝箱呢 里面是三套 由阴焦林甲炼制的 荧光甲咒法器 这荧光熠熠的甲咒法器 未经炼化和灌注法力 只有八丈大小 看上去呢 十分精美 叶勤随手试了一下 穿戴包裹的十分完整 从头到脚 看起来啊 是并不厚重 而外观之上呢 还名画着一些增强防御力的云纹符纹 使得银色甲咒的防御力 是更为的出色 第二个宝箱呢 是一整套的弓箭法器 剑弦为胶金 剑矢为胶牙 弓背呢 是商格挑选的 顶级的灵木材料 叶勤呢 是一边查看 一边说着 甲咒法器不用介绍了 你介绍一下这套弓箭吧 王主事实随着叶琴的目光 笑着解说道 这套弓箭品阶介乎于顶阶法器 和小神通法器之间 不仅用到了顶阶的新铁灵木 作为弓身 甚至是制作时 还请了城内最顶尖的一名 土族匠师参与了炼制 胶牙键上呢 是留有血槽和涂抹毒液的洞孔 可以自行添加毒液 这剑一经射出杀伤力极为强悍 据说呢 能破金丹七修士的护照 虽然没有灵法知晓 但单纯的破甲与肉身攻击威力 那也是十分惊人 相对应的 这套弓箭也必须有万军之力 才能拉放自如 夜前看到这种做弓 也是不禁赞叹了一声 不错 夜长老 这一套呢 是非刃法器 如果你自身使用 可以滴入精血 激活气灵试试看 王主是指着那团 不过拳头大小 由三三二饼银色小刃 参差交错构成的一颗银球 是笑着说道 夜勤呢 是微微点头 指尖剑芒一滑 将一滴精血 就滴在了那颗银球之上 并截下了一道法印 而下一刻 就伴随着大量的信息 是涌入到了夜前的脑海之中 原本那颗散发着 微弱银光的银球 是仿佛活过来一般 在它银光变得尖锐的同时 丁丁几成脆响 银色小刃是灵动活跃的 构成了一头银胶的形态 那只由银光虚影出现的气灵 正是银骄妖魂所化 它一出现 便夹裹着银刃 围着夜勤 灵动地飞绕起来 这银球诈一变化 夜勤呢 也不禁是猛人一惊 随即啊 想起 妖魂在炼化成气灵之时 都会抹去神志 想到这里 它才放下心了 这么短的时间 便把这几套法器 炼制出来了 王主是费心了 那么就把费用 咱们结算一下吧 夜长老稍等 上次寄售的 十一阶十二阶灵丹 扣除炼制几套法器的费用 还有大量盈余 已经算清了 这个储物袋之内 全部都是上品零食 夜长老清点一下 说着呢 便递上了一个储物袋 夜勤查看之后 便朝王主一世事点了点头 随即呢 离开了商阁 便返回到了城中府宅